這個是一台10.4吋LCD液晶螢幕的一個保全對講 結合傳統的保全對講影視 還有一些所謂的智慧控制 還有家電控制的一台智慧型的人機介面主機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10.4吋除了螢幕大 然後操作是以觸控方式來做操作之外 就相當的方便 然後因為它結合了傳統的隱私對講機 它結合傳統的訊號 像類比的所謂的視訊 還有所謂的 呃... 視訊還有所謂的一些對講的訊號 那就可以跟一些社區總機做結合 那當然我們還結合了所謂的室內電話的部分 還有所謂的行動電話的部分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室內的分機的一些功能 還有透過行動電話的一些簡訊的功能 達到即時警報的告知 那各位可以看到保全系統 你可以接上它原本內建的 所謂的Body-I的一個預設的點數 不夠的話可以另外再做模組的口床 那可以接上您的一些那種就是人體感測 或者說一些煙霧警戒 或者是一些瓦斯的瓦斯氣體的一些偵測器 那可以達到它即時的一個警報 然後告知做警報所謂的即時防備的一個效果 那另外還有一個所謂的燈光控制的一個頁面 我們可以接我們最新的TC-Buds的部分 可以做...可以做一個群控、遙控或者時程控制 讓你人不在家裡面 也可以達到一些所謂的一個節能管理 或者是所謂的遠方遙控的部分 那家電的部分就結合了所謂的有所謂的實體線路的控制 或者紅外線發射學習的控制 那內建的介面裡面你就可以... 內建的介面裡面就已經幫你設定好了 你只要透過學習你本身的紅外線遙控器 或者本身它發放的碼 我們就可以就一樣做所謂的情境管 情境的一個控制 它可以一次發送多個一個實體控制 或者是一些紅外線或者一些群組的一些方式 達到最快的一個模式的一個選擇 OK 那再加上我們一些所謂的網路 或者是一些那種所謂的一些健康的概念 可以再透過這樣子的一個人機介面 再做無線的擴充 如果有所謂的攝影機的話 可以結合即時的畫面 利用IPCAM的方式 將畫面擷取到人機介面來 那當然也可以透過client的方式 在您的所謂的遠方的電腦PC 或者是所謂的手持式電腦 iPhone iPad 或者是所謂的個人的電腦Notebook 你可以透過client的程式 直接對 一樣的所謂的 透過一樣的一個介面 控制回來家裡的一個所謂的人機介面 OK 那可以達到所謂的雙向控制的部分 那達到最大的一個 一個控制的一個效益 那再加上它本身就是一台電腦 它可以即時做一個網路上的一個資訊的瀏覽 像如果有新聞 你可以連結直接到 連結到像Yahoo的一些金融新聞 對一些老人家或小朋友 他們即時要出去 可以在這上面直接可以 瀏覽到目前即時的資訊 當然這個需要接上網路這樣子 我們內部有內建兩個網路POP 一個是內網 一個是外網 外網就可以連結到 所謂的一些Internet的一個即時資訊的部分 內網的部分 你可以結合所謂的一些社區公告 或者一些電子公告 可以將一些區域內 或者是互對互 結合互對互對角 各方面一個非常快速的一個 一個群組的一個 一個資訊的交流